那種不當的情侶 繼續囂張下去這樣子 不當 我希望就算我們團內的人 就算是真的以後交了女朋友之後 還是能謹守我們團規這樣子 他哭腫了 你是不是看不住 到底有沒有展開眼睛 他們全家都是瞇瞇眼 這樣有眼睛耶 可是你是個國中生 你還是好要念書吧 那有高中大學要過耶 我是在講出他們的心聲啊 那你現在心裡沒有 那你穿Sushi巴 老式的衣服在幹嘛 那你有沒有心儀的女生啊 真的嗎 目前是沒有 你剛剛說就算戀愛了 也要遵守團規 對 我們的團規就是說 那個不要在路上上演活春宮 還有那個不要有不正當的戀情 活春...就是... 又不是流浪狗 沒有 不是 真的有好不好 你...我之前那個 我聽說我同學在士林站那邊有看過 那接吻可以嗎 接吻的話 最好不要 接吻的話 我們是可能有些人可以接受 對 接吻為什麼又愛找你們呢 因為還是很那個...該怎麼講 就是... 對...有點... 余秉諺有接頭接吻吧 我曾經就是... 那時候年輕啦 坐墊伏梯也要 從這邊上去...坐...坐... 一直在那邊... 狂吻...擁吻... 垃圾一直坐到上面 你說從踏上伏梯那一刻 一直到抵達那個... 對...後面還有人 前面也有人 哦... 有啊...就這樣... 被唸了好一陣子 這朋友 因為伏梯不算太長 除非是金華誠那種就是... 很有... 可是終於是前後都有人啊 對啊...前後都有人 好...那... Lise呢... 在街上親嘴覺得可以嗎 有一次我在... 看表演... 然後跟男朋友... 然後我們會... 這樣...親親啊... 什麼的... 然後... 呃...前面有小朋友... 可是...他們是在前面 對 然後我們看的表演是... 女生穿得很少... 跳舞... 呃...怎麼穿... 穿比基尼那種 然後... 他父母親就撞過來說 你們可... 要不要去一個... Motel 之類的 嗯... 就罵我們 是在國外嗎 還是... 對... 所以是... 是外國人這樣子啊 對 然後我們說... 你... 你的小朋友在看... 在看穿那麼少的表演 然後還在乎這件事嗎 對啊 而且他們為什麼要轉過頭來 對啊 是聲音太大聲了吧 沒有 公開 就正常的 靜心的 靜心的 靜心這樣 除非是... 就後... 背後的表演比台上好看 才會轉過頭去看啊 對啊 或者就是有聲音啊 那結果你們有停止嗎 沒有 我說... 我們說為什麼啊 有沒有在... 有沒有在幹嘛 打擾你們 對啊 然後就繼續親 嗯 可是我們沒有很... 很誇張沒有 對 也沒有在街上嘛 對啊 街上有一點點 街上太多了嗎 我覺得... TOM KISS太大聲了 可是街上常常有人啊 嗯...有 可是我覺得... 妳不會 不太好 嗯...在街上 余秉諺 所以妳最多只有在電扶梯上嗎 在電梯裡有沒有 電梯很正常嗎 電梯很多人 關在一個盒子裡耶 但電梯看妳站在哪裡啊 如果妳電梯站在靠門的地方 就比較不好 如果妳站在最後面的時候 還蠻好玩的耶 那有什麼好玩 那是透明的對不對 那是透明的 那無所謂嘛 因為妳站在後面 前面人都在前面啊 那妳這樣親的人 妳會覺得... 自親 就背著大家做一些事 秉諺的事 余秉諺應該是問她 在哪裡妳有親過 比如說 清明節的時候 在墓園裡面有親過 妳要說實話嗎 好像有耶 我現在妳覺得很浪漫嗎 清明節在掃墓的時候 也要親啊 好像也有過 為什麼是要像祖宗正明 有在戀愛嗎 就是要不要炫耀 代表說 那個... 妳會問說 祖先 你看我現在 非常的大 功成名就 這樣也太誇張了 好 所以 騎士團覺得街上 接吻不太好 沒有 我們是以那個 不要妨礙到別人啦 對 所以不要擋到路 像我就遇過在麥當勞門口 等到我冰淇淋都快聾了 你在幹嘛等他 也不太好一直推門去撞他們啦 他們就一直親... 他們擋在門口 我還滿有耐心的等他們 好 所以起碼要做到 不要擋到別人的路 對啊 OK 那我們為了要鼓勵 去死 去死 去死團呢 所以我們要來讓五位教練 講一點他們的情人節 曾經有過的美好經驗喔 蔡淑貞妳... 情人節過最開心的一次是... 每一次 我先講 我每次都很開心 OK 就是我最開心...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的男朋友那時候 沒有錢買車給我 可是我很喜歡的車是迷你 他沒有錢買給我 他就自己花錢去買 那種組合的模型 然後組合之後... 妳之前... 沒有 我這樣吧 I'm listening 我要聽 就是這輛嗎 對啊 妳很可愛啊 然後因為我喜歡的顏色 意義沒有出 那要自己去騎 我喜歡淡的米色 可是它擦成了... 妳喜歡的顏色 是芥末黃嗎 對 我實際上不是喜歡這個顏色 可是它很用心啊 可是妳喜歡的顏色 也不是真的車子是模型啊 沒關係啊 可是它有那個心意啊 所以它去買了一張模型來 漆成它以為 這是它自己做的耶 這是要花很多時間去拚的 不是買現成的 請問這是妳幾歲的事 大概二十出頭吧 OK 然後他就送給妳 說這是妳喜歡的車 他說 不好意思 我現在沒有錢 可以買迷你給妳 可是我將來賺到錢 我會買給妳 然後希望妳喜歡之類的 像這個 那他後來買給妳的車沒 我分手了 來不及存到錢 OK 那妳下一個如果 很有心啊 是用紙紮嗎 用拼圖吧 幹嘛紙紮很恐怖 用熱刀也可以拼好不好 對嘛 好 那LACE妳最印象深刻的一次 青年節是怎麼過的 是我第一個男朋友 因為我們交往五年 然後在第三年的時候 他在我家樓下 交了差不多十幾個朋友 然後唱歌 唱什麼 裡面有我的名字 然後就很Romantic的歌 OK 是 很浪漫啊 不是 阿咪不是這一首 不是 然後我們那邊很流行這樣子 很流行喔 可是很開心 會很開心 比如說鄰居都會出來拍手啊 他們會說 就唱完以後他會說 LACE我愛妳會 有名字的 好甜喔 然後大家都會出來 鄰居不會出來罵說吵死我嗎 唱的是一首歌耶 所以 勵志放兩... 道義放兩旁 把勵志擺中間 勵志 很亂的名字 勵志的名字 有毛病喔 所以說要 這一年的男生就是要會唱歌 比較好 沒有 他沒有 他不會唱歌 所以他找了 很多人幫他 對 他會唱吉他 他是哪一國人 巴西 巴西 足球員 所以你第一... 第一個男朋友就五年啊 五年 那分手的時候有很痛苦嗎 有 哪一... 你後來怎麼辦 就後來... 就我們兩個講好要分手的 可是我們還是很愛對方 可是好像是因為我們太年輕了 太小 所以我們覺得好像沒有 他覺得好像他們玩到 就沒有跟朋友去派對啊 然後我們就覺得好分手吧 然後... 所以... 以後如果有緣分再... 再在一起 後來有在一起嗎 沒有 沒有 就沒有了 因為妳到台灣來 應該很難碰到他了 對 所以妳現在... 妳認為妳自己現在成熟了嗎 比那時候 妳現在有過二十歲了吧 有 OK 所以陶哲對妳來講年齡 陶哲的年齡會不會太大 對 太大嗎 真的嗎 他年紀差太多歲嗎 我 妳有跟他這樣講嗎 我不會叫他看 這一集我會叫他看 他知道啊 他知道啊 他... 他知道自己幾歲 然後他知道我幾歲 可是有的人覺得差這麼多不算多 他怎麼會 尷尬 這是